现在的片子真是防不胜防 尤其电信诈骗 我平时经常提醒我妈别上当 没想到前几天我自己差点上当 我上个月不是办了张第三代社保卡吗 结果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个短信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条短信 您的保障卡已过期 请于2月15号前更新完善 预期作废 说到这个短信呢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得打开这个链接 完善一下自己的个人资料 要不然我的卡就作废了 因为我是前几天刚办的第三代社保卡 然后我就点了这个链接 现在这个网站是打不开了 我那天打开的网页和国家政府网的网页一模一样 还有个大国会 然后我连想都没想 毫不犹豫地填了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就是让你填身份证号码和姓名 再然后吧又出现个界面 让我绑定个人银行卡 并且输入密码 这一看到银行卡我立马就警觉了 这我赶紧就退出来了 等我恢复理智之后想了一想 我才想起来查一下发短信的这个号码 查一下这个号码是不是咱国家政府的 结果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号码是韩国的 一分析这就是个诈骗短信 因为中国社保级不可能用韩国电话给你发短信 那我就想了呢 怎么能查咱自己的一包卡到底过没过期呢 有两种方法可以查 第一个方法是登陆微信小程序 国务院客户端查询 第二种方法是登陆手机APP国家医保服平台查询 这两个端口都是比较安全的 都是国家的 那具体怎么查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微信 点击国务院客户端 在出现的界面找到电子社保卡 并点击 查看电子社保卡信息 社保卡信息就出来了 第二种方法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国家医保服平台 点开就是社保卡信息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把这个短信转发给身边的人 警方上当 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的 我是哈尼章 关注我 带您了解东北走进林都